我之前是住在南崁 就是桃園南崁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是要出門的時候 明明十分鐘的路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開不出去 我想說到底為了什麼大塞車 而且是平常日還不是假日 然後我們經過了 某一條大馬路的時候 我們就突然發現 你知道那個大馬路邊 停了起碼七八台的遊覽車 然後遊覽車旁邊 就是圍繞了一堆的人 然後雞雞呱啦雞雞呱啦 但因為你知道 我們家人個性都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你知道 是很好 對不是很好 所以就把車 停在遊覽車附近 就下車想要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不誇張欸 他們那個遊覽車 西班牌停的地方 全部都是檳榔灘 然後你就看 遊覽車上面的人全部下來 然後檳榔他們不是用包在買的 他們是用香在扛上車的耶 他們是看檳榔西施吧 他們是排檳榔西施吧 就是有人跟他們講說 來台灣一定要去買檳榔 然後你就看那個檳榔灘的 檳榔西施賣得好開心喔 天啊 你知道旋轉跳躍 然後穿很少 之前有個影片啊 它就是遊覽車嘛 它變成拿一個樓子 然後拿上車這樣子 對啊 就是販賣檳榔 當然啦 那個一定要看 我不是在為什麼 檳榔灘會變景點 沒有沒有沒有 哪一條路一定要看喔 而且我的日本朋友啊 就是他們都很變態 不像我 但是呢 就是他們最 對不對 你這樣這樣太 你現在去幹嘛咧 我不是啊 我不是 但是就是他們就是想要 那個你這邊紅了 對不起 臉好 收盤了 鼻子也變紅了 小木耳 不是 我真的 我的朋友就是很色 然後就是說 他看到 看好就是從那個 桃園機場 經過那一條路的時候 那個是什麼東西 他很開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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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很開心喔 我說 這個是台灣 就是傳統的 就是買檳榔 對對 然後說 他以為那個就是可以 那個小姐 就是可以幹嘛的 然後他問我說 因為一看就知道 就是比較像那個啊 所以就是說 他問我說多少錢 我說一百塊 這麼那麼便宜 我要買 他就立刻就去 結果是他沒想到 我只能買檳榔 啊你這一段 真的對日本人的形象好嗎 下一位 還有很多地方 也很奇怪 有些景點 很奇怪 在拜里 很多觀光客 喜歡去一個 很有名的 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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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里有一個墳墓 叫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其實很漂亮的耶 裡面有很多 很有名的人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Edith Piaf 都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人 如果 人有文化 就知道這種人 他現在沒有文化 沒有文化耶 但是很多觀光客 都會去哪邊 就是拍照 可是我們法國人 就是完全真的不禮貌 對 不要打擾他們 對 德國人非常開放 所以我們有一個地方是 紅燈區 有 我有去 我有去那裡 外國人 外國人到德國就會覺得 哇 我覺得很奇怪 外國人在自己的國家都很保守 尤其是台灣人都很保守 一到德國就 哇 變得好色 好High喔 很想找那些女生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德國人 如果我們到台灣 我們也不會去那個酒店 當 把這個當觀光景點 很奇怪 因為你們就無聊啊 好啦 反正 但是好多神力女超人在那裡幹嘛 那我就覺得 我有一個台灣女生朋友 她之前去德國 她就是說 她很想找那些女生合照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好尷尬 有一點不禮貌的感覺 請問他們站在窗戶是在幹嘛 他們會跳舞嗎 還是 不是他們在那邊等客人啊 那有的時候真的是裸體 那些照片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有的時候真的是 露上半身 完全沒有穿內衣 那請問一下去德國是直航嗎 直航 對 還有我發現那個巴黎也很多景點 也是很值得去啊 就在香榭大道喝個咖啡香檳有沒有 這個很棒啊 很多台灣朋友跟我說 他們去巴黎的香榭歷史 喝咖啡 對啊 然後一直抱怨 為什麼法國的咖啡那麼貴 一個咖啡三百塊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 這個只有 很有錢的人跟觀光客 才去那邊喝咖啡 這一次去住的民宿 就在香榭大道旁邊 一個民宿 然後呢 我們就想說晚上懶嘛 因為帶小朋友 就不想跑太遠 就問說香榭大道上有什麼好吃的 他們都說那一街 他說真的不要在那一條街上吃東西 因為那一條街上都是在賣觀光客的 對啊 可是一樣的 在米蘭有那個有名的Plaza 那邊都是那個 他去那邊喝咖啡 那邊一輩子都賣差不多五百塊 你住後面的 後面的 是米蘭大教堂一定要去的啊 一定要啊 可是一樣的 你說一模一樣的 後面的路 一百塊 五十塊 一樣的咖啡 後面巷子才一百塊 所以等於應該是我們要去這些地方 看完這些景點再去園 那你可以去那邊一百塊 你快了 然後呢 然後你去 你知道在米蘭有那個Plaza Gucci那個都一百塊 對 因為在台灣真的很貴 你去米蘭賣的時候比較便宜 可是不是 因為你出賣在Downtown 也是真的很貴 我們沒有出賣那邊 你看那個都是觀光人 我們是 那個地方那邊 對 這裡面啊 對 出那邊賣的都是觀光人的 那不是都是觀光客 不是 這個有一點點比較便宜 可是便宜因為你是台灣人 可是義大利人我們都住一個 這個地方 我知道Space有去過 真的很便宜耶 對 你買的差不多 Space它就是Product Outlet Outlet嗎 對 你買那邊差不多 在米蘭是五百塊 在那邊是一百塊 真的喔 它在裡面超便宜的 可是它要抽號碼牌 第三個呢 以上這兩個 還有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 買貨少貨 當地人好困惑 是什麼 因為我之前很常去日本玩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愛抽日本菸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這次只是去沖繩兩天一夜 他硬要我在 他不准我在機場買 因為他說機場賣的都是 賣給外國人的 要讓人家帶出去 你一定要在日本當地的 什麼什麼什麼 菸酒店買 因為有一個傳說 真的很煩 有一個傳說說 日本人都把好的東西 留在他們國內 不是 真的 怎麼可能 就是 然後這些輸出品 都不一定是最好的 他說講給他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 猛特送來 我跟你講 怎麼可能 不是喔 不是 我們日本人 所以你來台灣 沒有 什麼意思 好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我跟你講 還有眼衣 眼衣外 還有電藥水 還有藥 有些藥 對啊 問題是 好 OK 只有在日本買得到的藥 因為就是藥 就是進台灣是比較麻煩 那 但是有些電藥水 其實在台灣買得到 而且是價錢差不多囉 然後就是他 就是我之前一個女朋友 一直拜託說 拜託我就是買 六盒 六盒的藥水 但是這個是台灣也賣得到 可是就是你們都把好的 自己按扛在日本啊 我哪有 有啊 為什麼 那不然這個傳說怎麼出來的 要不然你怎麼會來台灣 我就知道你要說什麼 所以啊 看我就知道 日本最好的東西 來到台灣了 好 謝謝 謝謝